这是1948年11月一众清华战犯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听取判决书的现场录像 宣读判决自11月4号开始至11月12号截止 接下来的录像为宣读判决书第五章对中国的侵略部分时拍摄 录像中专门对十多个参与侵略中国的甲级战犯进行了特写拍照 其中有数人在此影像拍摄次月被执行绞死 一时间预感即将来临结局的仲清华战犯的神情难以言表 首先出现在镜头的是历任日本海军大将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的岛田凡太郎 1932年其作为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参与指挥对上海的进攻和大轰炸 上海市民被害者无以计数 1940年调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 直接指挥了重庆大轰炸和抢占海南岛的行动 犯下累累血债 其最终以一票之差逃脱了绞刑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甲级战犯陵木真一 其是日本军队中的中国通 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部员 上海和北京驻载员等 以及第三军参谋长新亚院的政务部长和企划院的总裁 长期负责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残酷野蛮的工商统治和经济资源掠夺 竭力保持日本侵略战争的军需 其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现在是清华甲级战犯板渊征四郎 其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 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军总司令和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等 是918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策划成立了为满洲国 1937年齐帅第五师团在中国肆虐 造成军民伤亡不计其数成就了板渊师团的凶名 其最终被判处绞刑 并与影像拍摄次月执行完毕 镜头中是另一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 其历任陆军大臣陆军次官及缅甸派遣军司令官 1939年木村率第32师团 对中国山东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其间更是命令士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其还设立了新华院集中营大肆抓捕劳工 并强制频繁抽取劳工血液提供给日军血库 造成许多劳工失血而亡 其部所饭血债庆竹南书 木村兵太郎同样与影像拍摄的次月被执行绞刑 镜头中白须模样的甲级战犯 是历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日本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及朝鲜总督的南次郎 其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官 九一八事变时南次郎作为陆军大臣 鼓动关东军扩大事态并擅自命令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喜师郎派兵奔赴沈阳 支援关东军 后长管关东军对中国东北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最终宣判中以共同谋义侵略战争罪 及对中国侵略战争罪判处男次郎无期徒刑 现在的画面是甲级战犯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广田弘义 其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和日本首相 还曾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广田三原则 此外在南京大屠杀中 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弘义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 集结到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 但其明知日军每天都进行着杀人强奸妇女 以及其他暴行 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暴行的继续 此影像派摄次月广田弘义被处以绞刑 这是甲级战犯曾长期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田俊六 其积极奉行清华政策和进行清华战争 田俊六被指控犯下众多项罪名 其中包括纵容唆使部下在武汉杀戮平民和俘虏 奸淫妇女抢劫和破坏财物等违反人道的罪行 田俊六最终被判为无期徒刑 镜头中脸部不断抽搐的是最终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大名鼎鼎 却臭名昭著的土匪元贤二 其实日本清华头号间谍 也是黄孤屯事件918事变 为满洲国成立及华北自治等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 并且还参与了七七事变 徐州会战等战士 此影像拍摄次月 七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中土匪元贤二第一个被绞死 镜头中是最终被判绞刑的清华日军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日军清华期间 松井石根先后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指挥日军参加松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日军攻破南京后 在松井石根的纵容和末世下 南京成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共计三十余万人遭到屠杀 此影像拍摄次月 松井石根被执行绞刑 画面中是甲级战犯日本前首相小级国招 其是积极策划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之一 1932年小级国招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 开始血腥镇压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并实施殖民统治政策 此外其还策划日军侵占热和发动长城战役 其还首开武装移民的先例 将法西斯组织正义团引入东北 作为辅助关东军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和帮凶 小级国招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镜头中的甲级战犯是历任日军大佐赤城党首领 和炮兵纵队长的乔本新武郎 其率部参与了918事变和南京大屠杀 在日军攻陷南京后 乔本新武郎指挥所属炮兵部队 在吴湖至南京城的长江岸边 部署了数里的重炮交叉火网 无差别轰击从南京撤出渡江的中国军民 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 遇难者的尸体更是飘满江面 乔本新武郎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名甲级战犯更是恶名昭彰 作为日本前首相并身兼陆军大臣 军需大臣和参谋总长的独裁者 东条英姬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战争狂魔 和希特勒莫索里尼并列为三大法西斯分子 由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大多是东条英姬授权的 其双手不止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线 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皆是庆竹难输 最终判决不失所望 东条英姬与影像拍摄四月被执行绞刑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